剛才各位有眼見的 這把刀簡直稱得上是功由兵重 正所謂不管你有沒有力量 都一樣切得兩嘴 是不是甚麼要切得的 當然了, 削鐵如泥, 甚麼都切得 這個又如何? 是你嗎? 我認識的, 還不認識他嗎? 不是做馬, 我不認識他 你買的時候找人開賣 怎麼知道司吉次臣不包開呢? 你把刀很堅強, 開到可以想想 當然可以 是不是很棒? 現在正在做特價七五節 看看是否需要配合其他刀 我們還有骨刀、餐刀 這批好東西 這批套裝你喜歡切牛靶也行 切衣… 你說砍開就買嗎? 想想吧, 還沒想怎麼買 我打算了, 不買 你真的說過不算數, 有沒有搞錯? 看著你的刀, 大哥 你現在把我的客人趕走 你怎麼賠償? 你這樣放不下態度, 我也不幫你買 你當然是打得少, 還沒死過 死了就不在那裡疾你了, 是不是? 你真是耍耍 你賠償了玻璃杯給我嗎? 是誰?是誰? 任何打破 不是你打破, 是因為你才打破 阿姨, 賠償了東西給你過煮 賠償了東西想我過煮? 你為什麼躲在這裡? 怎麼了? 你見得過嗎? 是 為什麼沒做酒店的時候都不跟我說? 你怎麼說?問你那時候還在說謊? 究竟你門我要門到什麼時候? 平時是BB爸爸, 像是吵架一樣 你別以為站在這裡 什麼都不說就不用回答我 對不起, 大哥 對不起什麼? 你走了之後半年 我有個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推銷 沒有, 她還說寫作推銷挺好的 我看見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就試試 正正經經打工, 老大不會說你的 那為什麼要騙我? 關於酒店的課程, 你還有沒有讀嗎? 我看見不用做酒店就沒有讀 那日文和英文呢? 也不用做酒店就沒有學 那我寄回來給你交學費的錢就怎麼樣? 撕一撕就沒有了 我不是在家三年, 你是犯了, 還欺騙我這麼多 我沒眼看 既以控方對此案被告林小湖 不再提正公起訴 本席亦不反對被告自簽手行為 一連之條件, 故此不留案底 結案 我那天約了同學去購物 那我見感冒, 還沒吃一粒藥 誰知吃得有點溫暖 拿了一瓶成糕出發作品公司門口 都不知道 我很發誓我絕對沒心工購買的 你相信我吧, 大佬 你們倆在做什麼? 我…大佬 別這樣追 究竟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被人追責, 追上門? 我問財務公司賺了三十萬 就跟公司進入了批貨 誰知貨貨紮住了, 沒錢還 為何不跟我說? 我怕你擔心, 不敢跟你說 我還要唯一一個二哥生生生生 怎麼一個我騙學費 一個我高買, 一個我借大衣洞 對不起, 大佬 你們三個還有什麼瞞著我? 請你們一次過告訴我 二哥, 你不是還有什麼事嗎? 說吧 大哥, 前兩年你不是匯了錢回來嗎? 即是贖樓那幾十萬, 我又不夠花 那拿來頂了一間公司 不是吧, 二哥 那你不是說陳佬根本沒有贖嗎? 不是吧, 當時他放盤很笨 我當然不想逃走, 所以… 為何你們什麼都自把自為 不肯跟我說? 是不是你們三個真的認為 大哥是無傷無糧的? 跑到冷卸卸搜尻 三個貓 那你也不可以 說八個是 你不是偏僅的嗎? 你不是就會出賣了嗎? 我這麼想要抑一個 我先想要什麼? 你不是想要看嗎? �빈 你不是這一個 對不起,老大 其實錢對我來說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一家人有商有良 老大,只要你們好,老大便會覺得開心 妹妹,老大最痛心就是你不知自愛 如果你還不生性,在外面犯錯樓案底 那你以後就甚麼前途都沒有了 你知道你爸爸生前 一直都希望家裡最有個大學生 你唯一達成爸爸的心願 唯一你自己的前途 我請你以後再用心讀書吧 我知道了,老大 弟弟,我就是知道你最不定性 所以我臨到美國之前已經為你鋪定牢 只要平平穩穩在酒店工作的話 一樣有出色的 我知道了,大哥 我現在那份推銷真的有心思做的 你看我做了兩年都沒有轉工就知道了 用心做人吧 別再說那些為我惡惡日子了 你真正好 你身為二哥 我不會在家裡的話你是排行最大的 你竟然因為欠錢的人 令家裡沒有人安利 你更差點害了弟妹妹妹 你就因為怕我老爛 所以甚麼都不發聲 你知道家人的安全很重要嗎 如果是誰會有危險的話 真的多少錢都買不回來 我以後都不會了 這裡有一筆錢,你拿去還債嗎? 你拿了錢出來,就開不了私房菜 是呀,大叔,我不要你的錢 一家人有時候應該互相幫忙 哪一件事急的就先打決哪一件事 開私房菜的事,晚餐再想 謝謝大叔 好,以後沒事瞞著大哥 終於有個好份了 最開心是可以一家人在一起 你們跟我過來 這棵就是茶花 茶花的花語就是理想和可愛 但對我來說,是另一個意義 我喜歡茶花的原因 就是當我丟借的時候 一個花粉是不會分開的 永遠都會在一起 我們一家人就應該像茶花一樣 永世相隨,不離不棄 是壞掉吧 那麼我都是一家人的 我的唐人 就,完全是一家人 你讓人給予你 看,是我們在一起 你不是這裡